围处无利 诽谤正法 这个年语 古德也讲得很多 哪些人不能往生呢 舍在讲 无利都能往生 此地虽然讲的围处无利 无利后头加一句 诽谤正法 如果无利不诽谤正法 他能往生 怎么晓得呢 观无量寿经里面说过 观无量寿经 击中无利罪 临终遇到善知识 劝他念佛求生进度 他立刻就相信 就发愿 就真正念佛求生进度 这个人也能够往生 你还不要小看他 大概这样的人往生品位不高吧 你要读一读 读一读 阿瀉士王经 你就知道 阿瀉士王做的无利食物 你看 观无量寿经上记载的 杀父亲 害母亲 破核核生 处福身 处福身 独干了 但是他临终的时候 忏悔 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释迦牟尼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上品终身 我们这才明了啊 我们往生是有两种修法了 一个是我们平常啊 一教风险 激功累得 这样往生 一个是临终忏悔 完全看他忏悔的力量 阿瀉士王忏悔的力量大 所以平位一下就提那么高啊 阿瀉士王